在昨天的全代会 大家都在讨论 蔡英文为什么不来 好来看到呢 蔡英文在脸书上po文 轻描淡写的 他说今天是民党全代会 我因为另有行程 所以不客出席 那后面他还是提了一下 全代会的主题是 守护台湾第一品牌 民主台湾团结向前 祝福顺利圆满 希望一起为了台湾稳健向前 那看起来我们都在开玩笑说 是不是因为他如果只写说 我因为另有行程 所以不客出席 这个字数不够 所以都多凑了几句话 可是蔡英文态度 已经很明显了 那但是吴思瑶健一大早呢 在广播节目上受访的时候 他解释 他说小英不是那么政治性 赖清德的路线 就是蔡英文延续的路线 就是延续蔡的路线 小英来了会分掉很多光环 小英把这样的场面留给 赖与团队 所以不会解读小英不来 是不喜欢赖清德 那PD上的网友也有一些看法说 小英该会怕之前一直搞赖清德 还有蔡英文有行程 当总统的时候有出门吗 当然很多人也在讲 说是不是 我等会请教这个兵哥 蔡英文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去 那这个陈水扁去了 陈水扁呢 这个在柯建明陪同下现身投票 因为他是民党前主席身份 按照党章规定 当然党代表 对中职委 中常委 中评委改选 他是有投票权的 陈水扁没有出席权代会开幕 直到中职委选举 才在柯建明陪同下低调前往投票 那大家 有好奇 他投给谁 是投陈廷飞吗 所以请教兵哥 就说蔡英文不来 是因为不爽来吗 因为有人就讲说 他的 看郑文燦被扮到这个样子 他不爽 那么第二个 阿扁来了 但他来了是因为 不甘寂寞吗 他不是不甘寂寞 阿扁来是在洗脸赖心得 你当年不是说要特色我吗 你要知道 阿扁现在还是保外就医 理论上政治活动 他是不是可以参加了 但我就是来给你看 我就来来投票 你拿我怎么样吧 你总统啊 了不起啊 你很大 你不知道怎样吗 所以 他出来一定很多人很尴尬 能够不跟他直接打照面 就不要打照面 能够闪就闪啊 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老实说 你现在叫他怎么办 赖心得现在也不会特色他 所以阿扁现在就是 像碗菜一样在那边 你们每个人就看到我就绕着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看你能拿我怎样 所以我觉得阿扁是很厉害的 每次在关键时刻就故意来弄一下 但是阿扁已经不是重点 毕竟他已经在先不及什么波澜 他只是难看而已 可是蔡英文就不一样 蔡英文另有行程 可能是玩猫玩狗吧 因为他没有什么另有行程啊 老实说全代会是临时决定的 又不是 全代会早就已经订好时间了 如果他真的重视全代会他 他怎么不可能把行程挪开去参加 而且他有什么了不起的行程 他就是故意不要去而已嘛 然后你看哦 他在脸书写的那一篇 从头到尾就是预祝全代会啊 怎样怎样 请问一下他提到赖心得了吗 完全没有 为什么 就是不爽低音 我预祝的是民进党成功 全代会成功 我没有预祝你赖心得成功 吴思瑶 他当然只能这样讲 不然他在讲什么 实际上蔡英文怎么会没有政治性格 老实说啦 蔡英文是民进党历届党主席里头 完全谋完派系最厉害的一个好不好 我觉得他才是最强的 你看之前以前不要管 他们历届那些党主席 都是跟哪几个派系很合 跟哪几个派系很不合 然后顶多就只是 彼此这几个派系在对打 有谁能像蔡英文这样 几乎把所有派系几乎全部同意 大家都敢对他怎样 只有蔡英文一个啊 所以民进党那要玩派系 蔡英文才是最大最厉害的高手 那蔡英文为什么这次要这样 其实很简单 蔡英文如果真的挺赖心得的话 我想正常哦大家自己继续看 不然国民党民党都一样 前主席要表达他支持 现任主席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你知道就是出席 出席帮你背书嘛 就是这样 不出席就代表我不是那么支持你 老实讲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蔡英文不出席 其实含义非常清楚就是我根本不支持你 所以说再多都没用 对我没打算要支持你啊 所以不然的话正常 他就算真的有什么很要紧的事 他也会预祝赖主席胜利成功 然后吴四瑶在那边讲说什么啊 不愿意去念什么夺走他的光环啊什么 其实超级简单的 只要全大会开的那天 蔡英文上台 直接拉起赖兴德的手 我们现在大家全部一起要支持赖兴德好不好 就这样子而已啊 就没有抢风头的问题 就拿到什么抢风头 我主动表示以他为尊 现在党就是由他领导 要做为什么不能做 当然可以做 只是蔡英文不要做而已 就这么简单啊 所以会得出这样的选举结果 就不会让人意外 所以本来大家预期说 赖兴德可能会拿到七席 中常委 就泛赖兴德可能会拿到七席 结果现在到底是拿到七席 恐怕难说了很 而且很明显的 英席跟苏席显然没有被他打垮 还是撑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这一次会出这些奇迪怪怪的事情 他们有沙盘推演过 我认为他们背后有去算好 大概要怎么操作 不然的话照理来说 因为我相信新潮流他们也在算 不然如果本来没有那个失误的话 你知道陈廷飞的中常委是没有的 就连抽签都不用抽签了 直接就没有了 对啊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大家有人在搞鬼 我觉得赖兴德现在恐怕心理头最 最那个的就是 他们没有算到有人倒戈了 他没有算到有人在私底下在搞鬼 他以为他自己掌握很多权力 我觉得赖兴德今天应该非常懊恼 他昨天大概想 他本来以为稳拿了 稳抽的 什么都是我的 结果我发觉根本就不是 情况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认为OK很好 反正民进党就是派系 内战还没结束继续打 那我们有继续有细看 而且陈廷飞今天受访就讲啊 他说 讲说中常委是不是跟台南市场选举有相关 陈廷飞就说 不争取怎么站在同个旗袍点 他讲的也太明了吧 所以他就是死扣了他 那当然就是董哥会 会刚有有讲说 陈廷飞为什么一直要争执这个 争执这个中常委 就是要确保一定会有初选 只要确保有初选 他就有机会 可是我是认为啦 只要 只要赖兴德够出产的话 有初选你也不会有机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赖兴德当初也有初选啊 他是怎么被做掉 所以有初选你也不见得会有机会 但是这时候就看大家怎么瞧 看赖兴德会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大家慢慢看 因为这一次大会和往年最大不同 是取消蔡英文时代的大会宣言 所有对于未来执政党的方向路线 全都写在党主席赖兴德致辞的讲稿 那么蔡英文从民党在野到执政时期 全代会惯有的大会宣言这次取消 那么由于大会宣言的曹尼者啦 就是郑文燦 所以这个当中是确实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吧 兵哥 我觉得 这么这么这么的敏感就是了啦是不是 现在本来很多东西就是很敏感 而且 赖兴德上来他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规矩做的 赖兴德是一个有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他要建立他自己的东西 他也不见得要按照你们布与这个 你看最近那个大法官那个 谁是逐笔的他也不用告诉你 对啊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赖兴德最近的种种行为 你看赖兴德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 他一旦决定这样做 我才不怕你知道我想怎么做 他就是这样啊 我觉得他现在在里头作为他认为 所有的权力就是掌握在我身上 所以干嘛为什么一定要有这个大会宣言 为什么你蔡英文做我就要做 取消不要就好了没有就好了 然后你看 也是啦他党主席他说了算啊 你看哦民进党其实 以前从党外到民进党成立之后 很就是甚至比赖兴德独的人也不少 可是有谁全程用米南语讲 所以赖兴德就是根本没打算演啊 他就是只想做自己 而且他在里头又重新把这些什么 什么在打造国家什么这些蛙狗 全部都在讲一遍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这个人就是完全没在跟你演啊 我就是要走台独这一套 我觉得他传递出这么明确的讯息哦 他大概是想趁着现在美国很混乱 川普跟拜登没共管他 我就现在先偷跑一阵看会是谁啊 可是我觉得赖兴德想错一件事 美国没在看老共在看 老共看得非常清楚啊 我认为老共完全不可能在信任赖兴德这个 完全不可能 接下来老共大概就是会用越来越严厉的步伐 而且老共严厉的步伐会 所以根本不在乎就是在台湾的国民党或是民众党 会不会因为这样处理一个不不利的形式 他不会管你 他就自己干他自己想干的事情 因为没得管了嘛 而且事实就是 台湾的在野党目前看起来就是没有力量去跟民进党抗衡嘛 所以对老共来说他不可能寄希望于在野党 所以他就是走他自己该走的路 那赖兴德持续这样搞 其实我觉得从这一次中常会中指委这个 整个选举的结果 民进党内部很多人其实是 对他这样做是有意见 而且会担心他这样暴走 会不会把民进党带到一个失控的状态 所以我并不觉得赖兴德会如他想象中这么顺利一路这样走下去 掌握所有的视觉 恐怕接下来民党内斗会更厉害 而且是从过去的暗斗可能会变民斗 你看陈寗飞这样讲话就已经就是没打算要演啊 就直接摆明了对我就是要跟他斗 就是这样 那大家就来吧 我很喜欢这样 大家明刀明枪 让我们看戏也不错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的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他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酷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如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